这又新要了个狗仔回来啊 这个应该是猎虎的仔 跟猎虎小时候长得可像了的 那个猎虎找不着了 后来就过年的一阵就找不着了 然后后来他们看着了 看着死了外边了 应该是吃那个耗掉啥子了 应该是有下耗掉的 可能吃死耗子了啥子 要死了 白瞎了我的猎虎 跟我好几年了 白瞎了 这不 这又抱回来个小狗仔 还得养个小狗啊 成天边还是跟着啥野外啥子 跟着溜达啥子 过来了 来了 我给他起名叫狐仔 来来来 这样猎虎小时候可像可像了呢 这样猎虎小时候 特别像 毛色啥的都一样 跟你讲猎虎小时候 走 我帮你去上牛圈玩去啊 帮你上牛圈去那个 去收拾牛粪去 他还不跟我走呢 家伙电动车还没在家 让他们给骑走了 然后先拿车给他拉着去呢 他不跟我走 不跟我走 让他在家待着 他明天用电动车给他拉着上 拉出去玩去 让他坐习惯车 咱们现在去牛圈去收拾收拾牛粪啊 把牛粪给他收拾收拾 一会儿牛该回来了 这前两天下雪下的 这牛圈里边一化雪 一化洞 你看这咋 又开始弄上了 这咋 先吸得溜了 这得吹风 得吃冷几天都吃冷干凤吧 得吹几天都吹干凤 好 开始捡捡粪 捡捡油粪 大帅你帮我捡出去啊 好 大帅 你帮我捡粪子啊 你们以后拉屎 我粪子都拉不行啊 哎呦 头那么老高呢 好了 现在把粪已经收拾完了 呃 待会儿牛该回来了就 再还得一个多小时两小时的吧 牛就该回来了 回来再喂上牛 今天的工作就算完事了 好 谢谢朋友们的支持啊 咱们这期视频到这了 下期见 再见 再见